鲜羊腰 这要比其他的羊腰贵 雪水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来到了安乐临路 这应该是景泰桥 他给您探一探老正串挖 始于1995年 比盛阳小麦小一点 走带您吃串去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要出门了 这是一个新的系列 烤串 我们现在是决定准备 把这些北京好吃的烤串都录一录 反正节目火不火不知道了 人肯定是要火的 吃烤串上火 今天我们来的 景泰桥这边的 安乐临路的老正串挖 这个也是小伙伴推荐的 之前就推荐的 但是一直没来 因为疫情 所以现在北京已经降级了 我们就赶紧来 这家有一个 我非常感兴趣的烤羊眼 但是现在还没上 一会我们来尝一尝 而且这家特火 现在是五点四十 我们五点二十来着 基本上就要坐满了 而且环境比较差 就是非常地道的那种脏摊 这是什么羊筋 羊肉串 掌中卯 羊肝 然后这是 什么 枪尖 枪尖 羊眼 这边比较有意思 它额外再给了一点小料 这是牛筋 然后先煮过再烤过 哇 吃起来嘴超级的嫩 特别好 非常的软嫩 哇 这好吃 这个炖牛蹄筋的感觉 整个烤的味道更香 你看这个 羊眼睛 我还以为会是整个 大的羊眼睛 人生一串 结果它是切开了 闻上去就是羊肉 就这个羊眼 外头这层肥的 吃起来跟肉筋一样 然后这个东西吃起来 有一点点脆骨的那个感觉 吃起来是脆脆的 口感还比较好 这个东西吃起来比较嫩 然后整体这儿有点咸 有点咸的然后有点辣 它这儿辣椒还比较辣 烤羊干 这烤着看起来比较有食用 整个这个吃起来非常嫩 我感觉它应该是先煮过 煮过再烤着 它不是整体烤焦的 咱应该是煮完以后再烤着很焦的 嗯 枪尖 为什么叫枪尖呢 或者说枪尖是什么部位呢 我也不知道 来给你们形容一下枪尖的口感 非常的有嚼劲 非常有韧性 而且吃起来味 有点骚味 倒确实是那个部位 鲜羊腰 这要比其他的羊腰贵 哇 低调 哇 血水 这就感觉带血丝了 这腰子炒了真宝贵 不是这腰子炒了我觉得一个完美的烤腰子的所有的酒 油脂的焦脆 然后腰子的那种还是很嫩 然后还带着一种血水的 吃在嘴里 可惜就是有点贵 25元就贵了 哇 这个有意思啊 这是这儿的土豆片 哇塞 这个 看这个很有食欲 自然 焦香 还真不透 但是它不像那种炸薯片那么脆 它还是有那种水分的 它吃在有韧性的 但是土豆的香味很粗 这有点意思 它这个边上 这一圈是脆的 然后中间这一块是有韧性的 哇 好吃 没想到 真没想到 这个好吃 羊肠弼短 果然很短 尝一尝吧 哇 要比猪的那个肥肠更嫩 我觉得烤猪的那个肥肠可能更好吃 鸡心 哇 这个味儿整体烤的串 烤的都是偏嫩的 味道还不 这鸡心烤的很嫩 味道还不错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吃烤的焦一些 鸡蒸 鸡蒸的 我觉得它们家除了肉筋肉串 就行了 别的都还同样的鸡肉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 反正一共吃了290 点了多少已经数不清了 总评一下吧 这家确实不错 然后有一些特别推荐的 比如说它那炸土豆片 真是我没想到 非常好吃 然后呢 就是所有内脏类的味道都不错 羊肝羊心 然后牛筋 这都非常好吃 羊眼睛也味道不错 腔筋有点腥 对吧 这个就不太好吃了 羊肠也是有点山味 这个也比较一般吧 然后肉筋肉串什么的 就是平常水平 我觉得可吃可不吃 反正如果您来的话 我觉得内脏类的东西 都还是值得尝一尝的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乃家强 家境贫寒许太阳 拜拜